今天来分享亚马逊关于开会的几点 跟我们过去想到的不同 亚马逊开会 我们大家第一反应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要去准备PPT 准备很长的你要讲的内容 那么我们准备PPT需要多久呢 需要三天还是一个星期还是半个月 记得以前我有一位同事在几年前 离开公司的时候我跟他聊天 我问他开玩笑的问他 我说你这两年在公司有收获吗 他说有啊 他说我过去两年在公司大概数了一下 做了243个PPT 哇这要花多长的时间 我在想 这说明我们的效率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不OK 那亚马逊怎么开会呢 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与我们分享了他们开会的秘籍 第一亚马逊开会根本就不用做PPT 在亚马逊内部叫亚马逊继续文 为什么叫亚马逊继续文呢 因为他们要求每次开会只准备六张纸的内容 然后每页纸他只讨论一个话题 然后坚决杜绝PPT的这种工作的方法 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你能用几页纸就能把事情给讲清楚 那我为什么要去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做PPT做美化 那亚马逊具体怎么来进行会议的召开呢 他们大概分这么几步走 第一他们会事先准备好这六页纸的材料 先预先发给参会的每一位的参会者 要让他们先进行一个消化 第二在开会的开始 先把六页纸发给每一位 然后在座的每一位会花20分钟进行阅读 然后第三 主持人会来主持整个的会议流程 他主持的顺序就是根据一页纸 比方说 这个我们今天讨论一个关于我们一个大处的一个营销策略 那么第一页可能讲的是我们这次大处的一个目标 那么所有的参会者看完了六页纸过后 我们先针对第一页 主持人就会提问说 针对第一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 或者说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那么可能这个HR的部门就会提 你们这个需要后行保障吗 你们需要假通宵吗 需要我们安排一些这个宵夜的甜点呢 可能其他的相关的部门可能会说 你们这个有点超预算了 那么大家就会针对每一页提出自己的问题 当一页只讨论清楚过后 产出了一个会议的决定 然后主持人才会说 好 现在我们来讨论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一直到第六页 一直到整个的讨论的结束 那么为什么亚马逊会这么开会呢 很显然 他们是希望把所有的问题精简下来了过后 希望每一位参与者更主动的去讨论 而在我们传统的很多企业开会 大家回想一下 如果我们是一个一个小时的一个会议 那讲PPT那个人他要讲多久呢 他是讲十分钟还是讲半个小时 或者说他要讲绝大部分的时间 所以亚马逊认为会议真正的目的 并不是让谁去表演 而是在于互动和讨论 所以亚马逊的会议的效率特别的高 然后也能得出非常有效的一些结论 那这就是亚马逊的六页子开会法 如果我们有很多公司也可以借鉴一下 亚马逊继续闻的这种开会的方法 是不是我们的会议效率会变得更高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